Hello大家好,歡迎來到明明先生 前段時間做了這個墨地層 還有這個三級頭 還有這個腎上腺素 然後今天倒的啥呢 是我買了一個三級包和三級盔甲 不知道今天倒的是哪個 我們猜猜猜 這是盔甲 包還是盔甲 這是盔甲 馬甲 讓我感覺這個三級角跟絕地出身裡面的有點不一樣 相差有點大 但這個東西還是非常有用 畢竟可以增加容量 還可以減免55%的傷害 非常不錯 感覺前後還是特別的厚實 我這個是成人版的 價錢是60塊錢 這裡面後面一個小背包 而且這個背包是可插卸的 有這個扭扣子 感覺還是挺精緻的 我以為是個背包裝飾品 想不到 還可以打開來 這裡面可以裝水壺什麼的 這個三級的前面是好多個儲物包 這是三連包 這個是地圖包 這裡面是放地圖的 這裡面的殘製是 估計是可以防水的 不是布料的 這裡面 然後這裡有大塊的這個魔術貼 可以沾一些薰糕什麼的 然後這裡面可以放些雜物什麼的 這個收納能力還是特別強 別再說 如果我穿上去 感覺這個味道有點重啊 哇 我怎麼感覺穿上去特別有安全感 感覺穿著布料像前面和後面特別有份量那種 感覺前面和後面好像是無敵一樣 再加上這個三級頭更加無敵了 現在更加無敵了 感覺這個顏色有點淺了 況著如果你們在遊戲裡面 你們是選擇三級頭還是選擇三級甲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評論中寫出你們選擇的觀點 我個人是選擇這個三級甲 哇 看一點熱啊 就這個味道有點重啊 好了 今天這個三級甲就测評到這樣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說的可以在下面評論 好了拜拜